围婷还大声呛警察 台北市中山区一名女驾驶 把车子围婷在红线卸货 远警接获检举之后 到场好言相劝叫她赶快离开 结果女驾驶却回呛说 自己是在工作 还说人民保姆来取缔围婷 真的很丢脸 坚持不配合 最后吃上罚单 申诉不成还发文呛警察 是有牌流氓 也引来大批的网友炮轰 违规还讨拍 最丢脸的 就是自己 请你出身边通过驾照 我们现在在搬东西 小姐 这边是红线 请你出身边通过驾照 远警货报车辆违停 但一到场劝道 我们又给你机会 那你现在在干嘛 这边红线本来就不能停车 女驾驶违规在线 货气却很大 管政我们会申诉你们 看我们在搬运 你还是愿意要开红线单 本来就不能停车 驾驶坚持不离开 远警只好当场开单 人民的保姆真的是很丢脸 违规在线人家在工作 你们也是红线违规在签 如果你们不违规停车 我会来吗 谁违规停车 我是在工作在下货 事发在台北市中山区 林森北路的巷弄内 当时这名女驾驶 开着箱行车 违停在路边红线卸货 挡住来往车辆通行 警方到场劝导 但女驾驶理直气 重要说自己只是在下货 警方硬要取地很丢脸 最后吃上一张900元违廷罚单 还气得上网申诉 显示现场的一个违规的状况 事实上是红线违廷 所以我们还是依照 除牌条例的规定 给她开罢 女驾驶申诉不成 还po网呛开单远警是右排流氓 违廷你自己就理亏了 不会去争赛 po文立刻引来大批网友炮轰 神罗奇难道下货就能违廷 农历七月什么都可能出现 第一次看到呛警还自己拍证据 呛警要不要提告了 驾驶现在不仅取暖失败 更得乖乖缴罚款 这一段话 明明就台北采访报道